杨千佩无缘当富泰 冷静分手转低调 万年红摊主持人杨千佩 承认情段良意餐饮老板之后 今天出席服装发表会 前男友送了11万卡地亚定情剑 当然从她选上消失了 千佩太大出身了 真有备而来 一开始绝对是 很真诚的交往 然后以结婚文前提 然后大家再相处 但是因为 婚姻不是恶习 婚姻其实是需要 很多的谋合 对某些的想法跟观念 大家也不尽相同 我们就沉淀冷静 然后讨论之后 我们觉得说 其实现阶段来讲 我们回归到好朋友的关系 对双方都比较适合 就是我们现在分手了 我们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她跟她的家人也是有来我的舞台剧啊 肯定会是有 你说你会是他有新的联系吗 那绝对不可能 有哭过吗 哭过 怎么说 我在舞台剧上每一场都爱哭啊 都真哭啊 光刚热热的人好像都没听到什么重点 也没有像你们姐的什么情冷淡什么 没有 其实我们都真的都很爱彼此 可是有时候 人会因为了解而分开 我们比较想知道了解了什么而分开 这就留给我自己的私人空间 谦配最知名的两段情 香港豪门第三代获取人 和蔡英王子黄宝氏 可惜的见光死 当初可能就是因为 过多瞩目的焦点 放在这段恋情上面 所以其实 五星间让对方很大很大的压力 未来我觉得可能就是 真的低调为主吧 我的经纪人应该巴不得我 赶快冲事业 不要再谈恋爱了这样 对啊 其实我 我们现在请杨千佩 哦 OK 苹果的案外 案外的案外 发导